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它就有异异形调的问题 它就比百家姓要难 来 我们先尝试吟诵一下 不用多 就到这儿 好吧 来 人之初 一 二 人之初 信本善 信乡敬 信乡敬 西乡远 口不叫 信买天 教之道 归一专 很好 你们这矿泉水调 平调引诵的 但是要分上中下调的 一分上中下调就麻烦了 对吧 读没有问题 人之初 信本善 谁都会读的 但是你一旦开始引诵 你说人之初 信本善 怎么引诵吧 像你们刚才这样 人之初 信本善 这是平的 人之初跟信本善 是平的 我也可以这样引诵 我把人之初调到上面去 人之初 信本善 我也可以这样 倒过来 我倒过来 我把人之初放到下面 人之初 信本善 人之初 信本善 信本善 人之初 信本善 信本善 信乃天 教之道 归一专 很好 你们体会了两种不同的吟诵 这两种吟诵意思一样吗 你教给孩子的东西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的 这样明白吧 司徒先生不容易当的 你别看他有两分钟就下去吧 他那个琢磨过的 人之初高还是信本善高啊 到底是该人之初 信本善 还是人之初 信本善 还是人之初 信本善 你说吧 哪个是对的 人之初高还是信本善高 信本善高 信相近 习相远 哪个高 都可以 都可以 信相近高 那就 信相近 习相远 还有倒过来的 信相近 习相远 哪个好啊 后一个好 都好 第一个好 都好 什么也好 大家意见不一致了吧 不一致说明什么 说明 理解不同 理解不同你就会选择不同的调 所以 古代的这个教育 他不仅仅是教的这些字 他教下了更多的东西 那个东西只有靠人才能教下去 所以我们古代是尊师重道 老师很重要 这个老师好 学生就好 老师不好 学生就不好 今天我们老师好不好 反正都有课本在那 是吧 不一样的啊 狗不叫 境内谦哪个高啊 还有一边高啊 狗不叫高 叫之道故意钻哪个高啊 故意钻高 故意钻高 哈哈哈哈 是 嗯 好 这可能是你们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是吧 哈哈哈哈 开始思考就好 我也没有什么正确答案是吧 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只是提醒大家 吟诵当中 上中下调的选择是有意义的 不能乱唱 只有百家性能乱唱 所以从百家性开始 到了三字经不能乱唱 意思不一样啊 对不对 你人之初高 性本善低 你强调人之初啊 对吧 你人之初低 性本善高 你强调圣本善 那到底是该强调人之初 还是强调性本善呢 你们都说要强调性本善 我觉得该强调人之初 所以我们之间还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才对啊 没有什么对不对 我现在只是告诉大家 不同的理解就有不同的调 所以你要认真的琢磨每一句 你该用什么调 把你的理解加进去 不要乱唱 不要随意的唱 就这样 给大家讲一下三字经 你要是想教三字经 想吟诵好三字经 你要了解三字经 就像百家姓一样 你要了解它 为什么产生 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是怎么教的 三字经 什么时代的 它的作者叫什么名字 诶 三字经 三字经的作者 三字经这么有名 读了半天 刚才都背得六六的 居然不知道作者 你们那书上没写作者 没注意啊 太遗憾了 它的作者 真没人知道啊 这太惨了 这太惨了 映灵 哪朝的 哪一朝的 明朝的 南宋末的 南宋的 王映灵什么人 南宋末期的教育部部长 李部尚书 教育部部长啊 这人是个大儒 他今天留下来的著作 天文地理 龙耕水利 诗词文复 语言文字 什么都有 他是个大儒 特别通的 学问很大 他做教育部长 李部尚书 那么他就掌管科举考试 所以南宋最后那几届科举考试 是王映灵主持的 科举考试负责干什么 选拔年轻官吏 他是给南宋 选拔新一批的官吏的 那个最关键的人物 在他提拔的人才中 有两位非常有名 一位是文天祥 文天祥 文天祥是他点的状元 当时有很多人反对 因为文天祥名气也不大 一个富家子弟 是吧 但是他就觉得 他不认识文天祥 他就看那篇文章 读着 他说 他跟皇帝说 说此人啊 忠肝如铁石 这个人绝对是个忠臣 你一定要点他做状元 使劲劝说皇帝 皇帝最后就听了他的话 就点了文天祥做状元 他就看那篇文章 读啊 银宋啊 银宋 这个气太好了 一定是忠臣 嗯 就从声音上判断出来的 你这样 你这样 还有一个人 就银宋 银宋 银宋也是他提拔的 在他手下重的近视 文天祥银宋 加上张士杰 号称南宋三杰 南宋末期的 就抗原的最重要的三个人 后来我们知道 援兵南下 是吧 攻下了临安 然后宋朝的这个皇室被被俘虏 他们就立了一个小皇帝 然后从临安 他就退出来 退到宁波 又从宁波退到温州 在温州打了一仗 然后从温州退到福建 又从福建退到广东 最后一战打在哪里 叫崖山大战 崖山在哪里啊 很近嘛 很近嘛 离我们这很近嘛 对啊 对啊 我也去专门去看过那个地方 崖山 崖山大战 宋朝的最后的军队都在那里 大概有将近二十万 基本上是水军 就基本都是海军 而当时宋朝的造船术天下第一 一船非常大很结实 他们的总指挥就张世杰 张世杰把所有的战船锁在一起 一字排开 在水面上啊 海面上是吧 中间就那航空母舰是吧 最大的那个舰竹舰 他竖了一根高高的桂杆 在桂杆上面 就是把小皇帝放在那 为什么呢 让所有的宋军都看见 皇帝在那呢 为了皇帝拼命 就这意思 在皇帝的背后 就是陆秀夫 杖剑站在那保护皇帝的 援兵这边呢 当时只有先头部队到 大部队还没到呢 先头部队的这个领军的将军叫张鸿范 只有三万人 而且援兵不惜守战 就这一仗本来应该是送兵赢的 很明显的 天时地利人和都 天时不算啊 地利人和真的是应该送兵赢的 但是这个张鸿范真的很厉害 他看到这个局势之后 他的船也不行 他兵也不行是吧 他就把他所有的兵集中起来 直冲逐舰 根本不管周围送军的进攻 一下子就冲过去 一下子就把主舰围起来 结果就形成了 他围着主舰 然后呢 张世杰围着他 就这么一个状况 这就 这就看机缘了是吧 那么 这边宋军在使劲地攻张鸿范 张鸿范呢 不理那套 就使劲地攻主舰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还是张鸿范先攻下来的 嗯 那么 陆秀夫 看见这个 大势已去 就马上就要俘虏皇帝了 是吧 就打上来了 陆秀夫就给皇帝跪下了 说这个 说我们宋朝啊 好几个皇帝都被俘了 是吧 宋徽宗啊 宋清宗啊 过来南宋这些被俘了吗 说你不能再被俘了 你要再被俘了 我们脸放哪放啊 是吧 我们中国人脸放哪放 所以他就把皇帝绑在自己身上 跳海 就杀了 皇帝跳海 很高的桂杆啊 所有的人都看得见 皇帝一跳海 战斗就停止了 没有意义了 再打就没有意义了 然后后宫的那些人 太后啊什么 就纷纷跳海 纷纷跳海 那一仗 最后的统计好像送兵是损失了 有差不多十万人 基本上是自杀的 基本上是跳海死的 这崖州海面一片雪红 当时是这样的 宋朝就没有了 皇帝没有 整个王室都没有了嘛 军队没有了 都没有了 文天祥是在崖山大战的前期被抓住的 还没开打 他现在被抓住了嘛 然后有过邻丁阳 邻丁阳在哪 你们也知道 对吧 也就在旁边嘛 是吧 很近的地方嘛 然后被一路押解回大都 一路之上所过之地 就南宋的这些老百姓 直到文丞相来了 就出去给他读记文 一路之上 都有人给他读记文 你知道吧 然后一直到大都 后来死在大都 是吧 因为他不去嘛 死在大都嘛 文天祥死了 卢修夫也死了 宋朝灭亡了 王应林还活着 他还活着呢 他当时回到老家宁波 那元朝请他做官 他不出去 他隐居 但是他做了一件事 是什么呢 开了一间小私塾 又过了三年 有人从他的私塾里抄出来三字经 现在明白吧 三字经什么时候的作品啊 元朝的 你把这个三字经放到元朝的背景中 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元朝 是个什么朝代 这个蒙古人啊 他跟前面那个辽啊 金啊 不一样的 蒙古人不接受中国文化的 所以元朝 他们政府不跟汉族文人合作 也不接受汉族的文化 就总体来说是这样子的 也不开科举考试 后来 倒是开过两三回 就跟没开差不多 是这样的 所以元朝的 就是文人们 没有官可做 只能做吏 做吏 还不能做正吏 还得做负吏 就这么惨 所以大部分元朝的文人 都是隐居的 没有用武之地的 你再往下想 既然是这样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在元朝 读中国书 没有工作 对吧 读中国的传统的东西 找不到工作 文人的工作是什么 出去做官嘛 不能出去做官 就教学生啊 是吧 那没有官可做 那你还会有学生吗 那你还读什么书呢 在元朝 要想有官做 就得穿蒙古衣 学蒙古话 给蒙古人送礼 元朝的立志 非常的黑暗 这个局面有点像现在嘛 现在 读四书五经 没有工作 没有文凭 没有出路 没有出路 不是这样吗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映林开了一个小私塾 开始教好小孩 自己做了这个三字经 三字经 他这么一个大儒啊 做了一个蒙学的东西 但是这个蒙学的东西 太不一般了 所以他被尊称为经 唯一的蒙学中的经 他说 人之初 性本善 这话跟谁说的 对元朝的汉人的孩子说的 他那小孩不是汉人的孩子吗 跟他们说 人哪 开出的时候啊 都是善的 蒙古人跟我们一样 他们杀了你们的父母 但是当初他们出生的时候 也是善的 对啊 人之初 性本善 大家都是一样的 性相近 席相远 哪个更重要啊 性相近 重要 席相远不重要 席相远嘛 他们就穿蒙古袍子嘛 就吃蒜羊肉嘛 对吧 我们就穿我们汉服嘛 我们我们就吃什么广东的肠粉嘛 是吧 但是我们 习俗不同嘛 但是我们的人性是相近的嘛 性相近重要 习不重要的 那么 为什么他们蒙古人 变成了野兽一般 到处烧杀抢掠 蒙古是普通政策啊 是吧 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狗不叫 信乃迁 因为什么 他不教育嘛 他不教育 他那个姓就改了嘛 就是这样 那么要怎么教育呢 教之道 跪与专 这句话的理解 我们现在一般人都联系后面了 是吧 说西梦姆则林处子不学断基柱 所以嘛 什么叫跪与专啊 就学习的时候 要专心一致 不能三心二意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那是学不好的 但是 那个是后面那句话的意思 不是他的意思 但你说有这个意思也是可以的啊 但我总觉得他有别的意思 对不对 教之道 跪与专嘛 教育这件事 他只能教育一样的东西 是什么呢 我们中国的文化 不能学他们蒙古的 就算是他们现在当家做了主是吧 他们打下了天下 他们军事实力那么强 他们什么都比我们强 压迫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要学我们的文化 为什么 学他们的文化就变成畜生了 不是这样吗 就姓乃迁了 所以还是得学我们的 就这个意思 他让这些孩子学汉文化 然后才有后面的这个 你再看三字经的这个结构啊 三字经前面 从这儿开始往下到这儿 全都是劝学 劝学嘛 要好好学呀 好好学 是吧 又不学老何为呀 欲不拙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义呀 一直在说这些事是吧 从这儿开始 从守孝涕开始 你看 守孝涕次见文啊 知某数十某文啊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你们读到这儿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 三字经有点太幼稚了是吧 怎么教这些东西啊是吧 三才者天地人 三光者日月星 三刚者君臣义 父子亲父乌顺 是吧 约春夏约秋冬 此次时运不穷啊 约南北约西东 此次方应乎中 就不觉得这个 不太小儿科了 就教这个呢 为什么要教这个 这是中国文化的最核心的那一批概念 中国文化的最核心的概念 它讲了一遍 为什么 就怕这批孩子忘掉 就怕这批孩子慢慢的变成蒙古人 所以全都是这样的 基本概念 讲一遍 讲完之后是什么 开始讲我们汉人有哪些典籍 不要忘记 那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所以讲典籍 有哪些典籍 讲完了典籍之后呢 讲我们民族的历史 我们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有过怎样的昨天 就算是今天我们被人打败 但是你要记得我们的历史 是吧 记得你是中国人 是吧 历史讲完了之后是什么 是吧 从这开始是吧 又是劝学 然后结束 这个三字经的结构 你去看一下蒙学 哪一个蒙学的书是这个结构 只有三字经是这样的 只有三字经那么集中的讲中国文化 基本的概念 千字文也讲了一些 但千字文也讲了点别的东西 另外千字文他讲的历史 他也涉及到历史 他这个历史太零岁了是吧 太零岁了 三字经有非常明确的民族观念在里头 是吧 这就是古代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尊称它为经 蒙学中也出了一个经 对吧 就这个原因 所以 教三字经 是要教 要做一个中国人 去做中国文化的传承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目的 你知道这个目的之后 再教三字经 就不一样了吗 是吧 实际上三字经 它是不是在历史上起了作用 真的是很不好说很不好说的 三字经呢 大概在一三零几年 超出来的时候 不到一三一零年 当时 超出来的 当时 读三字经的是第一代 第一代小孩 这一三零几年 主要是在江浙一代 因为到了明朝的时候 就发现三字经非常的流行 所以它在元朝 传播的很快 主要是在江浙一代传播 元朝 就末期的那些起义军 那些人 他们都是什么人呢 他们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他们基本上不是贵族 就不是世家大族啊 此前的起义军呢 基本上都是世家大族干的 刘邦 项羽 是吧 什么皇朝 是吧 什么张角 什么 你想想那些 其的 张飞也是啊 是吧 刘备也是啊 但是 宋朝这一次真的是被打得很惨 世家大族 基本上就真的是磨灭殆尽 嗯 所以元末的起义军 这批领袖 基本上都是下层的 也不是最底层的啊 但差不多 是吧 朱元璋 朱元璋是 对 农民 真正的农民啊 这个什么 陈有亮 陈有亮好像是个小商人吧 啊 张世成 张世成是盐贩子 啊 卖盐的 对吧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什么 徐寿辉啊 什么 好多人 他们是文化程度不高 是读过几年私塾的 是读过几年蒙学的人 第二 他们都是江浙一带的人 你说三字经没有作用吗 真的不好说 真的不好说 像王应林这样的人是吧 这么一个大儒 国家都亡了 他提拔的人都死了 军队没有了 皇室也没有了 这个朝代根本就不跟他合作 你说他还能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是吧 儒士就是这样的 就叫忍辱负重 教育 抓下一代 只要你手里有孩子 就有希望 就是这样的 几代人呢 从王应林开始教三字经 到元朝被推翻 只有两代 就两代人了 两代人就可以改变中国了 是吧 我觉得三字经对我们今天 尤其是半私俗 和做国学的这些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是吧 两代人足以改变中国的 只要你教的好 只要你教的好 好 现在我们明白这些事情啊 三字经 他所教的这个儒家的这些东西 很正宗的很好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看这句 说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复顺 这三纲五常经常被批的是吧 然后三纲经常被说成叫什么 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父为子纲啊 父为七纲 是吧 三纲 你看人家怎么说三纲的 就是说君臣义 君臣要讲义的 对不对 君是臣义里 臣是君与忠啊 你这个君对这个臣不好 这个臣也可以对你不好的 知道吗 父子是讲亲的 父子是亲 不是父叫子死死 不能不死啊 哪有这么回事啊 说这个 夫妇是讲顺的 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是吧 不是这样的啊 是吧 那天赖老师说那个事情是吧 那我现在可以解释了吗 是吧 你说什么三七四妾之类的 你看见了吗 三字经中有三七四妾吗 论语中有吗 孟子中有吗 他们一直在反对三七四妾吗 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是孔孟两位老夫子制造出来的 儒家和孔孟这一支 他们一直在与中国历史上社会上的那些黑暗的庸俗的丑恶的势力做斗争 要是没他们撑着那就不是三七四妾了 明白吗 三字经讲的很好的 道理很正 很正 所以 吟诵的时候要仔细琢磨 仔细琢磨啊 我们刚才讲到这儿了是吧 西孟母则灵处 你句要高啊 不敢说了 你句高啊 我觉得孟母高 孟母要高 为什么呢 孟母在古代的地位 那就是圣母玛利亚 他地位很高的 这宋朝啊 这宋朝啊 这地位很高的呀 所以说孟母的时候 要着重的说 孟母都这么做的 你看看 你抬出孟母来了 谁还敢跟你说啊 是吧 西孟母则灵处 要么你就平了 但你不要把则灵处放到上面去 然后子部学断基柱哪一个高 我们比较一下啊 如果是子部学高 子部学断基柱 如果是断基柱高 子部学断基柱 哪一个是对的 断基柱啊 这我们理解有偏差 我刚刚还说父子亲 父子之间什么关系啊 亲啊 你把子部学放的低 断基柱放的高 子部学断基柱 一涌起来 子部学断基柱 这是个愤怒的母亲 是吧 你没有听到这个说 你脑子中没有浮现孟母的形象吗 咬牙切齿 横眉立目是吧 实际是什么 实际她是一位伤心的母亲 伤心的母亲对吧 父母有时候会打孩子 有时候骂孩子是吧 父母责磨对吧 打也好 骂也好 责备也好 父母的心啊 不是恨她的 是吧 那个东西 搞清楚嘛 是吧 她是伤心 所以倒过来 子部学 你知道子部学 对她的打击有多大吗 对吧 孟子是孤儿啊 没有父亲啊从小 就孟母在养活她 孟母靠什么养活她 就靠支部啊 断基柱怎么支部啊 连自己的饭都没了 你知道她有多伤心 所以子部学 断基柱 她不得不去断这个基柱 才能激发她去学习 是不是 她是伤心的母亲嘛 所以要搞清楚啊 好 杜燕山有一方 哪个高啊 有一方高 为什么 杜燕山没有名气 她没有孟母那么有名 对吧 有一方很重要 焦无子明俱阳哪个高啊 明俱阳高嘛 人说了明俱阳了嘛 阳上去啊 对不对 对吧 养不教 父之过哪个高啊 傅 傅高啊 傅之过嘛 说了嘛对吧 教不言诗之过嘛 对吧 你不能 养不教 父之过 到底有没有过啊 当然是养不教 父之过 父之过 教不言 痴之作 肯定是这样的嘛 那你读准就能引勇的准 对不对 每句都去琢磨去吧 现在会吟诵三字经了吧 会教三字经了吧 三字经也是这样的 也有上中下调 也有节奏的变化 也可以唱一段念一段 我经常唱一段念一段的 比如说我看啊 像这样的地方 那 三财者 天地人 你不是说你先念后唱 三财者 天地人 三光者 日月星 这就是呼应啊 你就可以做游戏了 是吧 教的很灵活 你也可以倒过来是吧 三财者 天地人 三光者 日月星 可以吗 没有问题的 自己去琢磨 把三字经分成上中下调 但是要小心 每句每句都琢磨清楚啊 到底怎么去分配 调节奏 调速度 一会唱一会念 三字经就可以出来了 每个人都可以录一段三字经吧 录一版三字经没问题吧 不用找我要录音了吧 我没听过 没听过 我们这是银颂 他那是唱诗 这两回事 好吧 嗯 三字经会了 别的就好办了 是吧 白家庆 这两个讲完了 别的就好说了啊 弟子归 这就简单了吧 弟子归 咱们上来就可以引诵了吧 现在是吧 弟子归怎么引诵啊 弟子归 圣人训 哪个高啊 哪个高啊 弟子归圣人训哪个高 当然圣人训高了 是吧 他排出圣人来的 对对对对对 弟子归 圣人训 守孝帝 对吧 守孝帝刺锦心 自然是 守孝帝 刺锦心 犯爱重 而心人 有余力 得学文 学文这件事重要吗 重要吗 所以有余力 得学文 是吧 不母乎应无缓 听着唱的 听着唱的 能够分出上下吗 应该父母乎高 还是应无缓高啊 应无缓高啊 我觉得要父母乎高 为什么呢 父母乎 应无缓 你看这个承接 但如果你倒过来 父母乎 应无缓 我觉得这孩子反应过度了吧 你叫他 宝宝 好家伙 这个是不是 用得了这样吗 你作为父母 首先要呼得清楚明确 人家才能回应得好 不是这样吗 以身作则嘛 言教不如身教嘛 所以父母呼 不应无缓 是吧 父母命 勤无缓 是吧 父母乎高 应兵 父母的居顺身 对啊 哪个高哪个低啊 自己回去琢磨去吧 我这个课没有空 都一个一个的说啊 一个一个讨论 去琢磨啊 弟子规也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在教弟子规啊 在上弟子规 你如果教弟子规 也要了解它的来源 和它的功能 就像三字经和百家姓一样啊 弟子规是干什么用的 怎么回事啊 弟子规 什么时代的作品 这道你们很清楚啊 作者是谁啊 李明明 你看看 这比王英黎明去大 哈哈哈哈 是这样 这个古代的教育啊 教育是分两支的 一支是礼教 另外一支呢 诗教 乐教 啊 这边是情感教育 这边是理性教育啊 啊 礼教 还有文啊 这些 礼教 最早的记录 就是周礼啊 是吧 就三礼嘛 三礼当中有这个嘛 啊 然后向下的传承 最主要的一支就成珠这支啊 哎 还朱熹吧啊 就成珠啊 以朱熹为代表吧 朱熹有过专门的论述 就是关于盟学 就小孩要怎么教育啊 嗯 其实有不少 他最主要的有一本书叫小学 这叫小学啊 还有盟学 还有什么读师法 有诸子与类当中都有 朱熹是特别重视教育的 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 嗯 那 朱熹的小学 中的 很多的东西都来自周礼 他是从这传承啊 从这传承过来的 李玉秀 的弟子规 这里面的话 很多都来自小学 这么一个传承关系啊 这样 这一支 成都这一支 是中国的儒家教育的主流 哎 正好说一下 这个怎么回事啊 他们认为孩子的教育 要怎么样进行 这个传统从周礼就有了 是吧 很早了 比孔子还要早的时候了 就有了 那孔子的思想也是这样的 这是一致的啊 一致的 周礼讲教育是从胎教开始讲的 胎教这个词是我们中国词 周礼当中就有 周礼就是怀孕开始讲 是吧 从怀孕开始 然后怀孕之后你要怎么怎么怎么 讲的那些东西跟现代的那个胎教学 一样的 一样的啊 然后出生之后怎么样 是吧 一致到上学 是吧 我就说一下上学这个阶段啊 他们的基本的这个认识啊 分这么几个阶段 大概三岁到六岁到八岁这段啊 有的是到六岁 最远的是到八岁这段 这段叫蒙学啊 蒙学叫蒙管是吧 蒙学阶段 这段干什么呢 就读蒙学 然后就是学礼 要学礼 朱熹他们的观点就是 这个孩子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正人君子 要从生活习惯开始 从小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包括自己的卫生习惯 是吧 这个自己这个待人接物的习惯 处理事情的习惯 怎么样跟人打交道的习惯 不要管为什么 先让他形成习惯 习惯成自然 然后内化去去这个洗涤他的心灵 读到他的心灵 这样成为一个正人君子 这是他们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 基本理念 所以他们很重礼教 所以才有弟子规 你看弟子规就是这样的嘛 是吧 通过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来形成一个良好的品格 然后是六到八岁开始 到十二岁到十五岁这段 这段叫血管呢 开始学习了 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读经 然后大概十二岁十五岁啊 不好说了啊 反正啊 大概到二十岁或者到二十五岁这一段 那解经啊 这段解经 然后那二十岁二十五岁啊 这段到三十岁到三十五岁这段 解经也解完了 下一步干嘛呢 啊 两件事 第一件事 你的专业 古人有专业的 不要以为古人没专业啊 他有专业的啊 第二是什么 行万里路 出去交往社会上各色人等 三十或三十五岁以后干什么 去考科举做官 古人认为你要没有一个专业 你没有自己的专业 没有专长 你也没有行过万里路 见过天下的大好河山是吧 各色人等 你全都没见过 你就去考科举 你是国家的祸害 是吧 是这样的 这是整个的这个教育的顺序啊 弟子归属于这个阶段的 盟学阶段 所以叫同盟养政 是这样 但是啊 这是一支 但不是只有这一支 儒家还有别的支 对吧 比如说路王那一派 路王那一派 对儿童教育的观点 就跟朱熹他们不一样 也可以说是相反 也可以说相反 朱熹这一支是从外向内 内支是什么 是从内向外开发心性 叫同心 性情 治良知 对吧 那是相反的一条路 我也不能说哪条路对啊 哪条路不对啊 都对啊 都对啊 这是你们的事情 你们琢磨这个事啊 但是 我告诉你弟子归所处在位置 他的位置就是这样子的啊 而且这个是礼教 还有一边呢 朱熹是特别重诗教和乐教的 他是要结合的啊 这样你才能用好弟子归 还有 现在好多企业在弄弟子归 这个 就成人弟子归啊 这个也是没有 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有一有一些问题要注意 就是弟子归是蒙学的东西 你用到成人的时候呢 就要稍微有一些地方 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啊 你说 父母叫虚敬听 父母得虚顺承 所以我们就叫 这叫孝啊 入德孝嘛 孝嘛 是吧 什么叫孝啊 这好多人就会提意见 对吧 这就叫孝嘛 对吧 那个孝经当中不是有一张 建征章 对吧 你要知道孝 你要学孝 你得读孝经嘛 是吧 建征章嘛 哎 哎 我这有孝经嘛 哎 我这有孝经 对蒙学里就孝经啊 我找一下蒙学 在这嘛 放大一点 是吧 孝子曰 孝经是孝子跟孔子对话嘛 是吧 孝子曰 若夫慈爱恭敬 安亲扬名 则闻命以爱 这个我明白了 敢问 子从父之令 可谓孝夫啊 问一下 这儿子 听老子的话 这个算不算孝 你看孔子怎么回答的 孔子说 适合言与适合言 说了两遍 你知道 孔子又说了两遍吗 说了 他又 气和了 怎么回事啊 假的 他到底懂不懂完全 说什么呢 适合言与适合言 说什么呢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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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父亲 做件事 做错了 对吧 那你去做件坏事 你也去做啊 哎呀 你去见证啊 对吧 你去见证啊 要不然的话 你把你的父亲 建于富人足迹之地 你是大胡销 就这样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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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孔子 为什么这么说啊 比如说 父母叫去见证 父母叫去认证啊 小孩儿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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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 su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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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用在成人身上就有问题了,就是要小心了。 其他没什么了,然后是天字文。 这一天明白了,天字文也明白了,要准备去移动, 考虑清楚他们的关系,最好上中下调,调节奏, 可以唱一些音乐,我也有天字文的一个示范, 我还是就比弟子规的示范,天字文也有,三字笔也有,百家庆也有, 城里提蒙我们都教过了,城里提蒙也有。 好,就这样,蒙学想完了,有问题吗? 现在很多蒙学的,比如弟子规,我听到有人唱, 你怎么要唱诗啊?它是有旋律的。 我还是主张蒙学是平调为考, 因为你在教他说出话呢,还是不说话呢, 我讲三字,三字,最好是平调。 蒙学的银纵啊,最后这两条,大家就明白了吗? 蒙学是配合舞蹈,我们现在一想到舞蹈, 就好像是垫着脚尖的那种啊,要么芭蕾舞,要么就民族舞, 不是的,表达情感的动作都是舞蹈。 故事,你要讲故事啊,什么叫西蒙姆则林楚啊? 你不得讲故事吗?是吧? 从前有个老奶奶她叫蒙姆,是吧? 她有个不听话的儿子,像你一样啊,你要讲故事的。 做游戏,蒙学都是游戏。 这种游戏,怎么做呢? 当然有这种诵读的游戏,比如接龙啊,是吧? 猜谜啊,但是她还可以有别的游戏,像弟子龟。 我们学会有个赵德林老师,她就一直提倡做这种角色扮演的游戏。 这个很好,就是小孩爱过家甲,是吧? 你要把过家甲转变成一种她对于未来社会的这个人生的角色和这个待人接物的这样一种训练,一种准备。 这也是游戏啊,孩子们很喜欢玩的,是吧?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游戏,这个才是蒙学的教育。 这个是从教学法上来说的,创造性和个性化的学习。 蒙学的吟诵,不是现在的唱歌,他是自己去作曲的。 小孩从小有这个能力,并且他不知道作曲还是有限制的。 那个时候你把它激发开。 那这个孩子,他一生都是有这样一个习惯的,是吧? 见到什么都自己去做,自己去做。 那这是作曲啊,这只是诵读的作曲。 实际是一个整个的学习方法,甚至是一个整个的生活的态度。 像华德福他们就很强调这种创造性。 自己动手,什么东西都自己动手,是吧? 能自己动手的都自己动手。 这是这个能力,这是创造性的学习。 那自己动手的不能说,你做菜的时候,自己动手跟父母一起做。 读书的时候就得规规矩矩,都得听我的。 那你这互相矛盾呢,是吧? 你不是一个系统啊,都要是创造性的。 既然是创造性的,就是个性化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背景。 所以你的教育也要个性化。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教育,不一样。 所以我们以前的教育是一对一的。 没有上大课的,从来都是一对一的。 在一起的时候,那就叫集体活动,是吧? 集体活动包括讨论啊,比如成圈啊,圈舞啊,是吧? 做游戏啊,这可以的啊。 但是,讲道理,教书,一对一的。 你说,我现在不可能了,我一个人对50个学生了, 另一个学生,我做不到了。 以前我们的私俗不可能超过20个学生的。 那你今天有今天的情况,但是你至少要考虑, 一对一的这种教学的它的优势, 是不是可以在某些时候使用。 不要都是上大课。 我经常听老师们讨论说,上课到底怎么上? 一个班的学生肯定有学的好的,有学的不好的,有中等的。 到底是照顾上面的? 还照顾中间的? 还照顾下面的? 讨论来讨论去? 这古代不用讨论啊。 就每个人就是每个人的呀,是吧? 所以,银送教学,一旦你执行下去, 它会改变整个的教学态度,整个的教学方法。 不仅仅是银送本身,要不你就矛盾了。 你为了是一个整体,你只能都把它改变它。 你改变了它,实际上就是从精神上, 恢复到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教育。 我们今天的教育模式是美国的。 美国模式的,是吧? 开始我们学苏联,后来又学欧洲,现在又学美国。 国外的模式都有它的好处,不是没它的好处的。 他们也是很多年的探索的,很好的。 但是我们中国有中国的东西。 尤其是你作为一个中国的老师,教的是中国的孩子, 又教的是中国的文化。 但是你却不了解我们中国古代是怎么教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我也不教中小学,我没这种经验。 所以我是外行,我也说不清楚到底该怎么教。 所以我只是提醒一下,原来是这样的, 银送应该是这样教的。 那么你想想,到底别的怎么教吧? 到底银送跟别的教育怎么一个结合。